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要说我们国家的陕西,那历史可以说是非常悠久 也算得上是我们的民族和华夏文明的发源第一了 在这个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至少有14个王朝都曾经在这里建都 也正是由于这么丰富的历史 所以留在这里的文物古迹和人文景点真的是数不甚数 就算是你没有来过陕西,也一定能够说出来几个陕西最有特点的景点 著名的兵马俑,大雁塔,华山都是当地很有代表性的景区 虽然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这里也曾改变了模样 但是这里的气势和风格仍然包存到了今天,让人们感觉到非常震撼 比如今天要说的这个主角,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被人们称之为陕西的小故宫,也就是西月庙 具体的位置是在陕西省华阴市区东,约1.5公里的地方 也就是越镇的东端,这里是道教主流教派,权征派的圣地 里面共奉着的是西月华山兵神金田王 对于很多的小伙伴们来说,只是知道华山的险郡是很值得一看的 但却又不知道,西月庙的历史也相当悠久 文化底蕴也相当深厚,也是很值得一看的景点 这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34年,那个时候还是汉武帝的时代 他曾经在这座山脚下修建了一座祭祀西月神的庙宇 这时候的名字叫做吉林宫,后来经过时代的变迁搬迁到了现在的地址 而且改名成了西月庙 这座古建筑的面积有12万4千平方米 这个建筑自建设以来就是历代帝王祭祀华山的重要场所 从古至今,一共有56位帝王来到这里举行过祭祀的活动 而在1990年和1999年的期间 当地政府拨款了2000多万进行修缮 之后又修建了三年,才把这里进行了重修和改造 规模也变得宏大了 建筑风格也和故宫有着非常的类似 西月庙里的镇殿是昊陵殿 内部的装饰显得富丽堂皇 而且当年皇帝祭祀的时候也多数是住在这里 对于这个景区你怎么看呢 好了,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 下次会带大家去看更有趣的地方 喜欢我的欢迎点赞订阅评论哟,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